什么 上厕所也能保命 这地儿就是当年救了刘邦一命的厕所 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 一到夏天这里就草木风貌 很显然是得到了帝王之气的滋养 而这里就是刘邦当年逃跑时留下的脚印 那刘邦上个厕所为什么要逃跑呢 因为一场宴会 鸿门宴 鸿门一宴千秋转机 这是一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宴会 那这场宴会上当年究竟又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当年楚王一声号令先入关中者为王 结果刘邦截足先登率先进入关中 再加上内奸曹无伤的告密 惹得霸王暴怒 并在此地设下这场犯局 刘邦便带领樊快等人前来赴宴赔罪 宴会上范曾曾多次示意想要杀掉刘邦 但是项羽却默不作声 老范无奈最终便找来相庄表演武剑 想要借机杀掉刘邦 这便是相庄武剑意在佩宫的由来 刘邦一看大事不妙 便谎称肚子难受要去厕所 出来后的刘邦呢又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 想回宴会上和项羽告别 范快见到后便说 大行不顾细尽 大礼不辞小让 如今人为刀卒我为鱼肉 何此也 意思呢是说 告什么别呀 别磨叽了 赶快跑吧 要不然连命都不饱了 于是呢刘邦便在 樊快夏侯英等人的护送下 一路抄小道逃回坝上 得知刘邦逃跑后的范增 便对项羽说道 数子不足与谋 我们将来呀 都要做他的俘虏 范增说的也对 项羽虽勇 却有富人之人 他出卖线人 曹无商 就连他的亲叔叔向伯 都与刘邦暗通款取 身边呢最后 就剩下范增一个 对他忠心耿耿 可结果呀 还是把这个老头子气的说 数子不足与谋 可见项羽是多么的孤傲 项羽又怎么能够赢得了 这场千古一焰呢 刘邦最终从厕所死里逃生 但他却懂得韬光养晦 以弱胜强 正如韩瑶腹中所说 除霸虽雄 败于乌江自闻 汉王虽弱 竟有万里江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